已经知道AB为数线上两点 A点的坐标是小AB点的坐标是2 而AB的长度是5那么小A是多少 那因为是数线嘛所以我就把数线拿出来 你要不要从原点开始画其实是可以不用的 我们就把已经知道的B点放上来它是2 然后呢AB的长度是5 那AB的长度是5的话是有可能有两种 左边或右边 所以如果当它是右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加5 所以它就有可能是2加5是正7 那有可能呢是左边的话呢就是减5 所以2减5的话呢是负3 所以我们A的值的话呢就有两个7或者负3